第801章念想成真 这名魁梧青年 楚行云当然不陌生 赫然正是十号 只见他浑身染血 全身遍布伤痕 一瘸一拐地奔赴到楚行云面前 还未开口 双膝就重重跪了下来 脑袋深深埋在地面上 弟子十号 见过师尊 一道充满尊敬的话音 从十号的嘴中吐出 他抬头凝望着楚行云 似乎因为激动 身体正不住颤抖着 眼眸中竟还有泪光在闪烁 看到这一幕 不少万剑阁之人 投来了鄙夷目光 但十号却不以为意 颤声道 弟子早就知道 师尊定会重返万剑阁 所以假装投靠范吴杰 骗取他的信任 刚才没能出手帮助师尊 还望师尊成戒 说吧 十号又是连续几个响头刻下 力道之大 让他的额头都渗出血来 浑身上下都是激动之意 楚行云笑看着十号 双手环抱于胸前 宛若看待一名 跳梁小丑那般 半想后 方才慢条斯里地 吐出一道字音 细眼得不错嗡 短短五字 让十号的瞳孔骤然紧缩 他突然有点慌了 脑袋一抬起 却迎上楚行云 那双冷漠眼眸 星神顿时如坠冰窖 彻底僵硬在那 我能布下谋局 将万剑阁和星辰古宗玩弄于鼓掌之间 难道你以为 你所做的一举一动 我却无法得知 楚行云挑起剑眉 每一道言语 犹如针尖 深深刺入到十号的心中 但见他身体颤抖了下 脑袋再度磕下 夹杂住哭腔道 弟子一时鬼迷心窍 才会做出这种愚蠢举动 还望师尊 看在师徒之情的份上 宽恕我一次 我发誓 日后 我绝不会做出如此举动 若有违反 必遭天打雷劈之苦 人之念 源于心 从我收你入门开始 我就知道 你的本心不纯 拜我为师 也只是为了谋取个人私利 现在你所说的这番话 根本没有半点说服力 楚行云满是吃笑地说道 所说言语 让十号目光微微一明 整个人都陷入呆滞之中 从一开始 楚行云就知道他本心不纯 日后定会背叛师门 倘若真是如此 楚行云为何要收他入门 并给予九旋破阳丹和旋的见点 一个个疑惑 在十号的脑海中浮现 不等他出言发问 忽地在楚行云的头顶处 一道道剑光绽放 穿掠虚空 直然朝他奔袭过来 扑扑扑扑 剑光的速度和气之快 十号还没来得及呼喊 剑光就刺入到他的体内 将他的领海完全封印住 整个身体更是瘫软在地面上 再也无法动弹半分 小虎楚行云看都没看十号一眼 目光朝侧方望了过去 很快 楚虎的身影出现 从远处快速飞掠而来 最终站立在楚行云的面前 眼眸中散发出疑惑之意 不知楚行云换他为何 此人的领海已经被我封住 彻底失去了反抗之力 你带他返回万剑阁 并悬吊于山门之央 听后我的发落 楚行云缓缓出声说道 不直接杀了 楚虎有些好奇 他依稀听到了十号和楚行云的交谈 对于背叛之人 楚行云居然不杀 这注视古怪 楚行云摇了摇头 颇为神秘地笑道 背叛之人 当然不能苟留 只不过 就这样杀了 未免有点便宜了他 更何况 他的存在还有几分作用 听得楚行云的冰冷言语 瘫软在地面上的时候 打了个寒颤 突然间 他的心中有种强烈的不祥征兆 庞扶即将要坠入深渊 永远不得翻身 与此同时 在万剑山的万峰崖下 凌冽呼啸的刚风 依旧吹拂着 宁乐凡和陆清玄等人 闭合双眸 默默承受着刚风的刺骨侵袭 轰隆隆 忽地 一道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响起 将他们所有人都惊醒过来 双眸刚睁开 视野中 那笼罩着万峰崖的重重临阵 居然如同水波般散去 最终完全化为虚无 如此恐怖的声势 让陆行也从静修状态中苏醒过来 他朝着正前方望去 却看到两道漆黑人影掠来 缓缓降落到他们身前 你们 陆行下意识吐出一道字音 但是 当他看清这两道漆黑人影的面容之时 浑身打了的机灵 嘴巴张大 再也无法继续开口 除了他 被囚禁在万峰崖的其他人 也是被这两张熟悉面孔经的脑袋一空 这一座万峰崖 完全陷入了死寂中 气氛变得尤为古怪 看来我来得还算及时 你们并未出现伤亡 便在这时 一道略带笑意的声音传来 楚行云的身影从高空落下 望向宁乐凡和陆清玄等人的目光之中 同样夹杂住几分笑意 师尊 楚行云的出现 让本就震惊不已的人群更是惊骇 但他们还来不及发言 却看到那两道漆黑人影缓缓攻下了背景 一口同声道 主人居然 万峰崖再度陷入了死寂中 就连那呼啸不止的刺骨刚风 也在此刻停止了吹拂 众人的目光对视 纷纷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长翅潇和秦秋末居然没死 而且 他们还换师尊为主人 好伴想后 水千月率先打破了死寂 但他这番话刚开口 人群又是一镜 这 不是幻觉 人群看了看两名剑奴 又看了看楚行云 怪异古怪的画面 让他们感觉思考不及 就连陆行也同样如此 双眉紧紧促注 几乎变成了一条直线 楚行云看到人群的表情 笑着摇头道 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太复杂 一事半会也说不清 先离开这里吧 随后我再向你们慢慢道来 闻言 人群立刻停止了胡思乱想 对助楚行云重重点头 不过疑惑归疑惑 此刻他们的心中 无不是充满了狂喜之意 直到此刻 还有种恍然如梦的感觉 被囚禁的这段时间 他们所有人都坚信 楚行云 绝不会无情抛下他们 在刚才 这一念想 成真了 这种念想成真的感觉 既梦幻 又美妙 让他们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师尊 胡帝 水千月的声音响了起来 只见他快步来到楚行云的身前 一抹凝重之色 从面庞上抱涌了出来 开口道 在您离开的这段时间 十号不仅背叛了师门 还转败泛无解为师 此人看似憨厚老实 实则内心阴毒无比 你一定要小心 他水千月的话 立刻让人群猛然回神 脑海中 竖然浮现出 十号大肆残杀的残忍面容 他们刚欲出言 楚行云却是摆了白手 嘴角处 再度浮现出神秘笑容 他道 你们心中的担忧 我很是清楚 先别出言 更别胡思乱想 带走出万风崖 你们就会知道 这段时间里 万剑阁到底发生了什么 第802章原因 人群跟住楚行云 离开了万风崖 一开始 他们心中充满着疑惑 但刚走出万风崖的沙纳 眼前之景 令他们纷纷陷入呆滞当中 在他们印象中的万剑阁 不复存在 取而代之的 乃是一片混乱血腥之地 尸横遍野 血流成河 简直如同杀戮地狱那般 这是万剑阁 陆清旋的眼中布满了惊恶 这一刻 他居然觉得此地并非万剑阁 而是来到一处独立空间 楚行云看住陆清旋眼中的一芒 声音淡漠道 边走边说吧 听到他的话 陆清旋立刻指住了话音 双眸凝神 朝着楚行云望了过去 其余之人也同样如此 他们的呼吸很急促 几乎没有办法思考 万丰崖位于万剑山的最深处 荒芜人烟 临阵遍地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 宁乐凡和陆清等人 才能避开这场灾难 星辰古宗和万剑阁交战 双方各拥十余万之众 光是这般一想 就足够令人心惊胆战 要被混乱战况所震惊 万万没想到 这一场血战 居然是楚行云苦心不下的谋局 更甚者 最后 他还率人强势前来 就此覆灭两大宗门 成为最后的赢家 眼前的一切 实在是无法想象 古玄清倒吸一口寒气 他朝远处望去 在那里 齐天风的强者上下奔略 正在打扫着战场 而在远处 则是三千进天军 身未动 但弥漫而出的紫黑煞气 却搅弄着一方天地 这一幕 使得古玄清胸口发闷 神态变得有些小心翼翼 除了他之外 其他人也同样如此 都因为突如其来的事实 而陷入惊叹当中 在他们眼里 楚行云的存在 意义非凡 没有人怀疑他的实力和天赋 但要跟高高在上的 涅槃强者相提并论 仍是存有不小差距 然而 身为涅槃强者的 古凡星和范无杰 都死了 身影当场 楚行云则是以 胜利者的姿态 一举掌控 两大庞然势力 这个瞬间 人群猛然发现 眼前这名黑衣青年 太神秘 他们所能看到的 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注实微不足道 师尊 你刚才说 你早就知道 十号会背叛师门 此话何意 宁乐凡发问道 他说话间 众人已经来到了 万剑阁外门 因为二十八星宿大阵 外门变成了一片废墟 空间中弥漫着血腥和衰败 使得所有人的脸上 露出一抹感叹之色 当初我立下七大剑碑 但凡破碑之人 我都会收为清传弟子 传授无上见点 但在收图之前 我早已暗中有所调查 深深知晓 你们的性情举止 楚行云的脸上 毫无表情 人群却是目光一宁 下意识止住了呼吸 细细听闻过去 十号在外门的声望颇高 声性憨厚老实 但这一切 只不过是他的伪装罢了 实则他生性贪婪 手段阴险 哪怕笔直秦秋末和长翅霄 也是不遑多让 以他的性情 只要听到我叛离万剑阁 必定会跪地求饶 并且以玄的见点为条件 祈求范无杰的原谅 甚至乎 他还会使用残忍手段 瓦解外门 从而赢得范无杰的信任 这点 我说的没错吧 楚行云不急不缓地说道 所言推论 让后方人群陷入了死寂之中 楚行云刚才说的话 跟十号的举动完全一致 彷復亲眼目睹那般 既然如此 师尊为何还要收十号为徒 陆清玄促紧眉头 话音带着一丝埋怨 毕竟因为十号而死之人 太多了 如果当初 楚行云没有收下十号 或许伤亡不会如此严重 陆清玄的情绪变化 楚行云自然能感觉到 他将目光收回 凝视着前方道 我立下剑碑之时 就早已预料到了 今日一幕 倘若继承玄的见点之人 生性憨厚 老实 他面对着 范吾杰的杀意 会作何举动 楚行云突然反问 顿时令人群语色 唯有水千月 极有可能出手灭杀几人 以警校友一路走来 水千月经历了太多人事沧桑 他刚刚做出回答 眼中立即闪过一道光芒 似乎领悟到了什么 再度道 难道说 师尊之所以收下识号 就是为了利用他的贪生怕死 让他臣服于范吾杰 主动说出见点的存在 从而让范吾杰心生贪意 不出手杀任何一人 听到水千月的言语 不少人都有所领悟 他们齐齐望向了楚行云 却看到楚行云点了点头 回声道 的确是如此 不过 这只是其中之一 楚行云顿了顿 再道 在万剑阁之时 我成功统设外门 赢得无尽声望 无数弟子都愿意跟随于我 但是 他们是否诚心诚意而来 却是难以判断 识号的存在 就如同一枚试金石 能够试探出外门弟子 和三千门徒的本心 不管怎么说 当面对着真正生死存亡之时 没有人还会继续伪装 更不会心生算计 因为剑点的存在 清传弟子不会有生命危险 但那些继续拥护你之人 他们却没有保命手段 你就不怕 他们全都死在十号手中 陆行信性开口道 他瞥了眼身后的八百门徒 发现那八百人的脸色 有些难看 楚行云并未回头 依旧向前踏步 声音从嘴中传出 他们的确没有保命手段 但只要你在万剑阁 刑法门规 就不会成为空话 而他们也能在你的庇护下 成功保住性命 戈登 陆行的心脏一阵颤抖 人群再度无言 原来楚行云连这一步 都早已推算到了 所以他才会明知 十号的贪婪性情下 还要收他为清传弟子 忽然间 人群有种强烈感觉 彭扶这一片天地 变成了一方棋局 而楚行云则是唯一的下棋人 布置了一场缜密的 无可挑剔的庞大谋局 陆行同样凝望着楚行云 他下意识紧了紧腰间的血皱间 眼眸朝远处的执法殿望去 一种强烈的自豪之感 从他的内心深处抱涌出来 逐渐弥漫到全身各处 毫不舒畅 休一声 便在这时 一道破空声从高空传来 背负方天化解的五进血 浑身缭绕煞气 正缓缓降临而下 人群感受到那股无尽煞气 不由自主地蜷缩住身体 根本不敢正面凝视 怎么会是他 但不同于众人的惧怕 当水千月看到五进血之时 他整个人都愣住了 脑袋一片空白 当年 他切身经历了皇城血战 并险些遭受凌辱 虽说此事过去了许久 但那一幕幕场景 他记忆犹新 对于五进血这一张面庞 更是深刻无比 若非亲眼所见 他根本不敢相信 远在流云皇朝的五进血 居然会出现在万剑阁 而且五进血身上夹杂住浓厚血气 莫非他也出手了 看来 师尊很可能跟五进血相熟 否则的话 后者绝不可能出现 水千月在心中暗暗思索住 这时候 远处又有一道破空声响起 而这一次 所出现的身影 是一名身穿浑重铠甲的青年 虎头虎脑 模样憨后 正快速靠近过来 并且出声道 少主 我已经按你吩咐 将所有人都安置在了山门之央 青年的话音夹杂住几分青色 落入水千月的耳中 却让他有种强烈的熟悉之感 他猛然抬头 当看清这名青年的容貌之时 双眸瞳孔骤然一缩 脑海中 更是有一段段记忆浮起 乃至填满他整片心神 他是 除虎 水千月内心疯狂翻滚起来 几乎是用颤抖目光看住除虎 呢喃自语道 而且 他刚才似乎称师尊为少主 第803章抽离剑意 水千月的双眸闪过一抹恍惚之意 脑海中 更是浮现出了一道身形消瘦的剑意身影 他的呼吸逐渐变得急促 死死凝视着楚行云 彭扶要将他完全看穿 但对于这道灼热目光 楚行云并未理会 步伐一跨 大步朝万剑阁山门走去 当他们来到山门之时 人群不由的一致 视野中 山门四周聚集了无数人 正中央位置 赫然是两千余名万剑阁之人 他们盘坐在地面上 神态有些惧怕 双眸闪闪躲躲地看住前方 在他们前方处 耸立着一尊古剑石雕 石雕之上 刻有三枚龙飞凤舞的骨子万剑阁 这里 乃是万剑阁的门面所在 但此时此刻 那尊古剑石雕上 居然悬吊着一人 四肢都被完全定住 鲜血流淌 血肉卷起 甚至还能听到一道道 哀嚎求饶的声音 十号 宁乐凡一眼就认出了那人 目光中并无怜悯 唯有愤怒 昔日 十号的所言所行 依旧存在于他们的脑海中 如此贪图利益之人 实在该死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他就由自取 你们在此等候 楚行云吐出了一道字音 这时 虚空疏然一静 人群目光落在楚行云身上 发现以楚行云为中心 四周 居然卷起了狂乱颈风 这股狂风很冷 让人不禁打颤 更诡异的是 一道冷泪的悚然笑声 从楚行云的嘴中缓缓吐出 他的眉心之处 有一抹黑光不断翻滚 最终化为了一道漆黑图纹 如剑 乃剑之图纹 那道剑之图纹 怎会跟黑洞重剑如此的相似 夏青城皱了下眉 奈何 没有人出声回答他的问题 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被楚行云吸引了过去 只见楚行云双眼清朝魔光 嘴带邪魅笑叶 缓缓站立在了十号的面前 因为失血过多 十号整张脸都变得苍白如指 但他一看到楚行云 如回光返照般 大声呼喊道 师尊 弟子知错 还望你放我一条生路 日后 我绝不会心生叛逸 十号的声音回荡在虚空中 不断向楚行云求饶 但楚行云看向他的双眸之中 却看不到半分情感 只有愈发浓郁的冰冷魔艺 问 但见楚行云突然动了 又长成爪 静止落在了十号的头颅之上 一股旋又齐旋的漆黑剑光绽放 如同万千游丝 悉数没入到十号的体内 啊 随着万千游丝的侵入 十号浑身颤抖着 痘大的汗珠不断滑落而下 他发出的嘶吼声音 凄厉无比 近一时间无法散去 人群被吓了一跳 在他们的视野中 发现十号的面旁 变得极其猙獰 七孔肾血 双眸圆瞪 嘴中更是大口大口吐出鲜血 身体每抽出一次 彭扶生机就衰弱一分 短短片刻 十号的身体已经被鲜血染红 他好似失去了神志般 全身瘫软在石雕上 如一具前尸 无力悬挂着 反观楚行云 他这时慢慢收回了右掌 掌心处 出现了一枚拇指大小的土黄金石 惊如剑 闪烁着淡淡微光 一抹浑厚如同大地的气息绽放 压迫住所有人的心神 剑意宁静 看来你在这段时间 除了玩弄手段外 倒也没有落下见点的修行 楚行云瞥了眼十号 嘴角带有一丝满意笑眼 师尊之手段果然鬼神莫测 居然能从我体内 强行抽离出玄的剑意 现在的我 剑意全无 灵海枯竭 已经变成了一个无用废人 十号全身毛孔都在渗血 痛苦无边 但他抬头望向楚行云之时 依旧在出言奉承 刚才的痛苦 身为当事人的时候 自然知道发生了什么 楚行云的那一掌 蕴含着玄妙法门 强行将他体内的玄的剑意 抽离了出来 不仅如此 十号的灵海彻底枯竭 灵力不在 就连一丝剑气 也无法感觉到 哪怕比之普通人都是不如 既然我已经变成了废人 对师尊来说 已无半点威胁 求师尊放我一条生路 哪怕是做牛做马 我也绝无怨言 十号求生欲望强烈 接连出声求饶 听到他的言语 下方的万剑阁之人心神震荡 目光立刻朝楚行云望去 却见楚行云的眉头皱了下 冰冷吐出两字 锅噪 语初 沾染着毁灭气息的右掌在动 轰一声 一股可怕的杀机 倾袭而来 十号耳边听到轰隆隆的 功伐声音响起 随即他眼前一黑 如潮汐般的剧烈痛楚弥漫 完全淹没了他的生机 意识乃至是灵魂 嗡 一阵微风拂过 十号的身体犹如分解了 烟消云散 浓厚刺鼻的血雾绽放 将整一尊石碑染红 尤其是万剑阁三字 更是透着一丝心迹之感 人群的眼神变得空洞 惊恶难掩 楚行云刚才的姿态 好霸道 如同是掌控住生死的魔神 面对着十号的求饶 根本不屑一顾 甚至连出声回答的念头 都没有 一掌直接诛灭 楚行云仍悬浮在原地 眼神冰冷 魔翼凌然 他缓缓回头 当目光触及万剑阁之人的时候 那滔滔而动的魔翼更浓了 普字道 范无杰已死 万剑阁就此一注 日后 但凡心生叛逸之人 这 就是他的下场整一片虚空 本就充斥着恐惧和血腥 让万剑阁之人 静若寒蝉 而此刻 随着楚行云的话音落下 那些人居然有种 坠落地狱的可怕感受 短暂的静默后 那两千余人 几乎同时跪下 将脑袋深深埋了下去 他们想出声 却因为刚才的恐惧一幕 惊得无法出言 只能信心跪在那里 见状 楚行云顿感满意 他与风一转 高声道 陆行何在 嗯 陆行先是愣了下 但很快 他身形略动 站立在了楚行云的面前 此时 楚行云身上的魔衣依旧 没清楚的漆黑剑纹 彷扶拥有生命 正弥散出阵阵黑光 他凝视着眼前的血衣青年 声音肃目到 万剑阁遭遇劫难 一切代性 从今日开始 执法一脉 将由陆行 你一人执掌 你可愿意接受 第804章 重立刑法 宗门 无刑法而不立 现在的万剑阁 就如同经历过浩劫的 强保婴孩 大小事宜 都必须细细规划 绝不能有丝毫马虎 而刑法之事 更是不可或缺 自楚行云进入万剑阁 他对陆行就颇具好感 此人生性冷漠 不畏杀戮 心中更是存有公正之心 哪怕面对着范无杰 后者都能够挺至背脊 正面迎上 当初的暗影剑客一事 即便是楚行云 都对他心存敬佩 正因如此 楚行云决定 将执法一脉的执掌权 悉数交由陆行 因为 因此 他进入了执法一脉 并默默发誓 一定要用手中之剑 捍卫万剑阁的刑法 肃清宗门之风气 振兴万剑阁 但六宗大笔结束后 他亲眼看到了万剑阁的腐朽 人人争名夺利 谋取私利 就连身为执法一脉 执掌者的范无尘 手段同样卑劣 陆行知道 以他现在的实力 根本无法捍卫刑法门规 所以甘愿进入万风崖 不愿眼睁睁地看住万剑阁 走向腐朽 甚至乎 他还希望一切能重新来过 岂料 这个机会出现了 而且就放在他的眼前 怎么 你不愿意 见陆行陷入了沉默中 楚行云不由地出声问道 陆行听到此话 立即摇了摇头 目光灼灼地凝望过去 好伴想之后 这才吐出一道浓重话音 落云 多谢你 论刑法之道 无人能胜过你 将执法一脉交到你手中 也是理所当然之事 再者 若非你出手 死在十号手中之人 将会更多 这就当作是我的谢礼吧 楚行云淡淡一笑 陆行看住楚行云 脸上抱涌出感激之意 他知道 楚行云这番话 只是不想让他心存负担 更不想让他觉得自己欠了人情 放心 只要有我陆行在 万剑阁的刑法门规 绝不允许任何人染指 陆行拍了拍胸膛 他转过身 一股刚正铁血之气漫出 佩戴于腰间的血皱剑 竟发出一道道高亢剑音 人群听到这抹剑音声 目光相互对视下 不约而同的升起敬畏之意 视线落在陆行的身上 纷纷攻下了背脊 以示尽意 宁乐凡和夏清成等人站在远处 将这一幕悉数收入了眼底 心中对楚行云充满敬佩之念 十号的死状极其惨烈 让所有人都感觉到恐惧 这一举动 虽残忍 却能够杀鸡儆猴 让人群对楚行云充满畏惧 不敢心生叛逸 此后 楚行云立刻唤出了陆行 并让后者执掌刑法一脉 如此一来 人群对于刑法 对于执法一脉 都会下意识存有敬畏之心 不敢忤逆 在众人思索之际 楚行云的身影落下 来到了楚虎的面前 楚虎脸上叠出笑叶 并对楚行云伸了的大拇指 模样尤为斗趣 楚行云一笑 手掌轻拂 将那枚土黄金石 送到了楚虎的手中 这让后者的目光微微一宁 不由问道 少主 你这是何意 说话间 楚虎朝土黄金石打量过去 金石如箭 闪烁着晶莹光滑 虽这般凝视着 却能够感觉到 其中蕴含的浑厚剑意 犹如大地般 有种玄妙而又特殊的波动之音 这梅金石中 蕴含着玄的剑意 楚行云解释道 当初 我将这道剑意传给石号 让它不断以灵力去酝氧 并将其凝聚成金石之态 在它死前 我将玄的剑意抽离了出来 只要你将这梅金石纳入体内 就能继承玄的剑意 继承剑意 出虎听的一阵心惊 急忙将金石递还给楚行云 少主 我的天赋太差 就算继承了玄的剑意 也只是浪费 不如 你将它交给其他人吧 对于玄的剑意 楚虎自然心存向往 但他深知自己的天赋不足 不愿辜负楚行云的苦心 既然我将玄的剑意交给你 那就代表我相信你 难道你觉得我会看错人 楚行云故作生气地说道 让楚虎急忙摆了白手 由于片刻后 终于还是将金石收入了囊中 剑状 楚行云这才满意点头 他带着楚虎来到宁乐凡等人的面前 扫尸一眼之后 话音平静地说道 十号已死 从今日之后 楚虎将继承玄的剑意 你们可以相互熟悉熟悉 方便以后习练七星剑阵 除此外 剩余的七百门徒 你们七人各自挑选百人 并将剑意传授下去 唯有如此 你们才能真正了解到七星剑阵的玄妙 是 文言 众人同时回应道 楚虎站在楚行云身旁 木带友好的凝视着人群 只不过 当他看到水千月的时候 眼瞳竖然紧缩了下 怕如此 水千月更是如此 心脏跳动得剧烈 但最后两人都很有默契地 没有出言询问 点了点头之后 视线就此移了开去 没过多久时间 众人相继离开了这里 朝着万剑阁各处奔去 那两千多名万剑阁之人也立即散开 助手准备重建万剑阁 很快的 弱大一片空间 仅剩下了楚行云和水千月两人 只见水千月脸上充斥着纠结之意 彭腹有什么心事般 不断做着深呼吸 他一抬头 发现楚行云已经来到他面前 眼眸依旧漆黑 深邃 就宛若第一次看到楚行云那般 散发出一种特殊魅力 师尊 水千月终于鼓起了勇气 他凝视着楚行云的双眸 一字字无比清晰道 你认识武进穴 并且被楚虎换为少主 那你真正的姓名 是否换为楚行云 第805章赠物 简单一句话音 从水千月的口中说出 却是无比艰难 尤其是楚行云三字 一经出口 彭腹耗光了所有的气力 嗓音都在不由自主地颤抖 自从离开了流云皇朝 水千月就将当初的记忆尘封起来 对于楚行云 更是如此 埋藏在内心最深处 任何人都不可提及 此刻 他心中存有一丝侥幸 觉得自己的判断 是错的 大错特错 楚行云和洛云 绝不可能是同一人 你猜的没错 洛云只是我的伪名 我真正姓名 换为楚行云 然而 楚行云并没有继续伪装 直接说出了真相 瘟一声 这个瞬间 水千月感觉天地都被颠倒了 瞳孔疏然放大 不断倒映着 楚行云的俊益面旁 身体更是一阵颤抖颤 连连退后几步 哪怕听到楚行云亲口回答 他 仍是无法相信这一事实 更无法恢复平静 其实 这也不能怪水千月愚钝 齐天风一事 让楚行云的外貌巨变 就连气质都变得居然不同 莫说水千月 即便是侍奉他多年的储虎 都无法一眼认出 更甚者 楚行云还有一隐瞒了身份 纵使水千月在聪颖 也绝不可能认出 难怪我当初破开剑碑之后 你仍是不愿说我为徒 并且说我心性不正 现在 我总算是明白了这一切 原来 洛云就是楚行云 水千月嘴中发出一道笑声 苦涩之笑 他的脑海之中 一幕又一幕的记忆浮现出来 同时 他在流云皇朝所经历的一切 也随之弥漫而出 这些记忆浇杂在脑海中 或是欣喜 或是悲伤 亦或是不甘 百味杂陈 使得水千月有些喘不过气来 他抬头看向楚行云 眼中夷光闪烁不休 突然不知道该如何面对 眼前之人 到底是楚行云 还是洛云 看住水千月的混乱姿态 楚行云叹了口气 缓声道 皇城血战 发生了太多事 不仅让我改头换面 更让我无论如何 都要前往万剑阁 因此 我以洛云之名 进入了万剑阁 一边布局复仇 一边找寻母亲的下落 在这两件事完成前 我绝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哪怕是一丝 都绝不允许听到这番话 水千月略微平静了 歇收你为徒 但经过那一次幻境考验 我对你重新改观 愿意放下成见 收你为徒幻境 水千月心神凝固 一抹诱人飞红之色 在脸颊上晕开 他一直以为 那是一场梦 虚幻美丽之梦 万万没想到 那居然是考验 其实 这些事说与不说 对你我都无影响 楚行云又到了一句 水千月回过神来 满是疑惑地凝视过去 不知这话是何意 楚行云解释道 在流云皇朝 我便对你说过 你我之间 再无温怨 王日的一切 都犹如过眼云烟 就此烟消云散 不管我是楚行云 亦或是落云 你 都是我的清传弟子 这是无可争议之事 除非你自愿离开世门 否则 这点绝不会更改 楚行云当初布下了幻境 以此考验水千月的心性 也正是在那时 他重新认识了水千月 水千月的所思所想 并没有错 他不愿意接受世俗束缚 更不愿意和毫无感情之人结亲 所以昔日 他面对着楚行云 才会如此刻薄 无礼 相反 倘若是他心爱之人 哪怕毫无修为 甚至沦为了废物 水千月都不会放弃 甘愿用一生去陪伴 永不相离 如此敢爱敢恨之女子 楚行云又岂会因为当年的一些事 而耿耿于怀 看来 是我太敏感了 水千月能听出楚行云的认真之意 面色顿时有些难堪 他缓缓抬起头 刚欲道歉 却看到楚行云手中出现了一枚玉珠 并且递到他的面前 这枚玉珠 仅有婴孩拳头大小 晶莹剔透 内蕴神光 细细望去 里面还存有一道灵狐虚影 生久尾 匍匕着身体 浑身上下都散发出玄妙之气息 不知道为何 一看到这枚玉珠 水千月就有一种熟悉之感 这种感觉很奇妙 彭佛来源于血脉 共鸣感尤为的强烈 甚至乎 水千月的头顶处 玄水灵狐五灵 自动凝聚而出 湖区匍匐在地 幻生尊敬 彭佛在膜拜帝皇那般 表现得甚是恭敬 这是何物 水千月屏住呼吸问道 九尾仙虎五灵楚行云回答 将玉珠轻轻放到水千月的手中 解释道 六宗大笔之时 我进入了一处秘境 此物 便是从秘境所得 五灵被封于玉珠之内 并且还藏于秘境 水千月仍感觉疑惑 在六宗大笔期间 他一直在万剑阁苦修 对于古兴秘境所发生的事情 自然毫无知晓 楚行云淡笑一声 古兴秘境 隶属于星辰仙门 而星辰仙门之主 则名为水落秋 本来他将这枚玉珠交给了水 言及于此 楚行云突然想起了水流香的叮嘱 立即止住了话音 陈寅片响之后 继续说道 此事说来复杂 为以后再细细道来 你将这枚玉珠纳入灵海之中 并且以灵力运养 到那时 自然会了解一切是 师尊 水千月不知道楚行云要表达什么 但他知道 楚行云绝不会加害于他 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将玉珠收入了储物界 随后 水千月转过身 正准备返回静修 刚踏出去的右脚 却是一停 一双宛若宝石般的 晶莹预谋之中 竟带着一抹复杂之色 直然朝楚行云望了过去 有事 楚行云面容平淡 话音也察觉不出一丝波澜 水千月愣了下 眼中的复杂神色 瞬息消散掉 只是笑着摇了摇头 一言不发 旋即 他重新转回身去 深深吸了几口气后 方才略动着身形 急速消失在楚行云的视野之中 秀 就在水千月离开之时 楚行云的身旁 毫无征兆地出现了一道身影 那身影 乃是一名青年 筑白衣 腰配剑 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出尘气息 在她的右边脸颊上 存有一道剑痕 不仅没有破坏容貌的俊意 更凸显出一丝刚毅决然之意 只见白衣青年抬起头 目视着水千月离开 一双剑眉在此时微微挑起 对住楚行云淡淡道 这名换为水千月的女子 似乎也对你存有爱恋之意 第806章新生 这名白衣青年 赫然正是百里狂生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双眸有意无意地观察住楚行云的情绪变化 话音虽平静 却隐约有种莫名的古怪感觉 然而 楚行云并未在意 只是淡笑了一声 他双眸凝神 细细打亮着百里狂生 好伴想后 出声道 阴阳二重巅峰 很快就能踏入阴阳三重 看来这段时间 你收获破风 百里狂生离开的时间并不长 甚至可以说是极短 如此巨大的进步 即便是楚行云 都感觉到惊恶 但转念一想 楚行云也就释然了 在古兴秘境之中 百里狂生得到了破天五地的认可 并且在继承破天剑道之时 成功凝聚出破灭剑意 此刻 百里狂生拥有的底蕴 不在楚行云之下 甚至他对于剑道的理解 也已经无限逼近了楚行云 全心全意投入修炼中 进步自然无比巨大 见楚行云不想回答 百里狂生也没有追问 眼眸扫视周围一圈 凝声道 我本以为你只是针对万剑阁 没想到 你居然连星辰古宗也算计在内 并且暗中集结了恐怖势力 一举将两大宗门都收入囊中 在盛兴城 百里狂生隐约察觉到了楚行云的谋局 但最后 他选择了退出 既不帮助楚行云 也不相助万剑阁 处于中立状态 但对于这两方 他都心存担忧 故而暗暗关注着局势的发展 当他看到五进血和令天冲出现之时 即便有所心理准备 仍是惊骇不已 楚行云的底牌 太可怕 完全颠覆了他的认知 而这一点 也正是楚行云能制胜的根本原因 星辰古宗和万剑阁的眼中 都只有利益和野心 终究会走到这一步 而我 只是投机取巧罢了楚行云并未得意 只见他转过头 将整座万剑阁收入眼帘 双目闪烁精芒 让人看不出喜忧 圣就是圣 是否投机取巧 并不重要百里狂生 站在楚行云的身旁 他同样凝目远眺 遥望着变成废墟的万剑阁 嘴中缓缓发出一道叹息声音 他道 唯一遗憾的是 因为这件事 万剑阁就此不复昔日繁荣 彻底变成了一片废墟 千年宗门 毁于一日 实在令人唏嘘 百里狂生的声音不大 但楚行云却能清楚听到 他并未出声叹息 反而是掠出了一抹淡笑 摇头道 在我看来 经过这件事 万剑阁得到的并非灾难 而是新生闻言 百里狂生 目黛疑惑地看住楚行云 呢难道 新生 楚行云点了点头 声音变得肃穆 长青剑主生前曾说过 存地失人 责人的皆失 若存人失地 人的皆可存 虽说万剑阁 已经变成废墟 但腐朽已除 香火未灭 自然能铺而厚利 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容光 一字字言语 悉数没入到 百里狂生的耳膜中 他眼中的怅然散去 一抹充满深思的光滑掠过 使得他整个人 呆立在原地 破灭的尽头 方为新生 百里狂生的目光 越来越涣散 嘴中更是不断呢喃住 宛若陷入了某种奇妙状态中 深深不可自拔 嗡 忽然间 百里狂生的目光一颤 一股恍然大雾之色 从他的面庞上抱涌出来 却是一言不发 转身就要离开这里 看到百里狂生的这般古怪模样 楚行云却不吃惊 反而是露出了欣慰之笑 对住百里狂生的背影道 狂生 明日清晨时分 我会在万剑店召开宗门大会 商议一些重要事宜 到时候 你务必要到场参加百里狂生停下脚步 有些不解地看住楚行云 宗门会议 这与他何干 心中虽疑惑 但他却没有拒绝 直接回道 我一定会准时到场说完 他对住楚行云露出一抹笃定之笑 随后转过身 快速消失在天空的另外一段 直至完全看不到踪影 楚行云目送住百里狂生离开 脸上的笑叶渐渐消散 他一过头 重新将目光望向了前方 眼眸之中 居然浮现出一道道窈窕歉影 他没有出生 就这样静静佇立在原地 月升 日起 彭扶融入了这片微凉的夜空 待脚跃悬于夜穷之央 楚行云终于动了 身形不断闪烁 快速朝剑主风的方向掠去 经过连番血战 万剑阁一毁 沦为了一片废墟 但楚行云的建筑风并未受到波及 此刻 楚行臣和柳孟烟两人 就被安顿在此地 啪哒 从高空中落下 双脚刚接触地面 楚行云就听到了一阵阵笑声传来 他进入庭院内 看到洛兰和柳孟烟正在闲聊 楚行臣则是坐在一旁 静静聆听着 云哥哥 洛兰看到了楚行云 脸颊带笑地走上前来 柳孟烟和楚行臣站起身 脸上同样带着笑叶 而这一抹笑叶 饱含深意 在盛行城之时 两人知晓楚行云的计划后 心中充满担忧 生怕楚行云会遭遇危险 所以一路狂奔 想助楚行云一臂之力 谁知 他们抵达万剑阁后 血战早已经结束了 楚行云不仅大获全胜 甚至还亲手灭杀了范吾姐 两人在震惊之余 也为楚行云的实力而感到自豪 更重要的是 在面对着柳问天之时 楚行云所做的决定 也是难得可贵 身为父母 看到自己的孩子如此优秀 心中之感慨 太多 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只能蕴含在这一某笑页之中 楚行云感觉到了柳孟烟和楚行臣的欣慰 她伸手轻抚住洛兰的秀发 但声道 洛兰 我有些事要商议 你先回房进修吧好 洛兰笑着点头 她先是对柳孟烟和楚行臣行了一礼 方才转身离去 父亲 母亲楚行云上前几步 对住两人微微躬身 不急不缓道 孩儿有一件事 想要跟你们商议一番 说把楚行臣和柳孟烟做了下来 伸了伸手 示意楚行云也一并坐下 不过 楚行云依旧站立着 背脊也未抬起 声音略显几分严肃 道 今日之后 星辰古宗和万剑阁都归于我手 对于星辰古宗 我不愿打理 但他毕竟是母亲的故乡 因而 我想让星辰古宗归隐入灵 成为隐士之族 而星辰古宗统侠的十八成池 以及累积数千年的底蕴 则一并归入万剑阁 第807章 冰石前弦 归隐入灵 随着楚行云的话音落下 柳孟烟和楚行臣 疏然皱眉 目光竟有些差异 经过今日血战 星辰古宗折损了十余万高手 元气大伤 但星辰古宗所管辖的十八古城 却没有受到丝毫波及 五者亿万 底蕴依旧 正常来说 楚行云接手星辰古宗之后 应当将星辰古宗交给柳孟烟管理 他身为曾经的星辰古宗第一人 不管是生名 还是血脉地位 皆为最优人选 然而 楚行云却想让星辰古宗 归隐入灵 并且以万间隔的名义 统设十八古城 吞并所有的资源和底蕴 如此做法 无异于吞并整个星辰古宗 对于柳孟烟和楚行臣的诧异 楚行云并没有表现出难堪 庞福早有预料 他沉吟了片刻 嘴巴张开 宁生说道 全获利 是世上最肮脏之物 多少人 为了这两物 杀其灭子 人伦尽丧 当年之事 就是最好的例子 我不希望这件事再度发生 更不希望发生在我们的后人身上 铿枪言语落地 让空间一阵无言 柳孟烟和楚行臣 凝望着楚行云 后者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雄姿气息 犹如石至那般 使得他们的心神战力不已 更何况 星辰古宗传承了数千年 乃北荒域最为古老的宗门 若想家族横远 唯有隐士而居 舍弃金钱和权力 方能潜心研究武道 成为流传千万年的不朽之族 楚行云目光深邃 再度补充了一句 柳孟烟看了眼身旁的楚行臣 低头陷入了沉默中 随后他抬起头 嘴角含笑道 于儿 你已经长大了 既然拥有自己的想法 我们当然不会反对 我和你母亲分裂了十余年 现在终于相见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明白了许多 更看穿了许多 声望 实力和权力 这些我们都不予追求 更不愿卷入星风血雨之中 带着星辰古宗归影入林 成为隐士之族 也是极为不错的选择 楚行臣也是一笑 言语中的体谅之意 让楚行云内心跳动了下 眼中涌出感动神色 他知道 自己的提议很突然 倘若换成寻常之人 肯定难以接受 天下父母皆谅儿 此言非虚 多谢父亲和母亲的体谅 楚行云深吸口气 对住两人再度攻身 柳梦烟摇了摇头 伸手将他扶起 但声道 其实 就算云儿 你不提出如此提议 我也会主动提出 我自幼长于星辰古宗 十八古城 五大家族和宗族 这三者为了全力的勾心斗角 我看得太多 甚至我还因此沦为夺权的工具 被活生生拆散了家庭 还被关押了整整十八年 险些伴随着痛苦和无奈死去 柳梦烟嘴中发出一声叹息 畅然道 全力的漩涡 的确可怕 哪怕连涅槃强者都无法逃脱 倘若万剑阁和星辰古宗并存 将来很有可能也陷入如此境地 与其如此 让星辰古宗归隐入林 由万剑阁一同两欲 倒也是不错的选择 柳梦烟和楚行辰早已看难全力 他们更愿意隐居一方 过着简单朴素的生活 同时他们也知道 楚行云的身上 还肩负住拯救水流香的重任 将星辰古宗并入万剑阁 不仅能增加实力 更能提升底蕴 这对楚行云来说尤为的重要 否则 光是分管两宗 就要花费庞大的心力 这显然得不偿失 得到两人的同意之后 楚行云也不再言谢 话音认真地说道 明日清晨 我就让五进穴和三千进天君 前往圣星城 彻底接管十八古城 置于星辰古宗的宗族和五大家族之人 则交由父亲和母亲来安排 好 柳孟烟一口答应下来 他当初是星辰古宗第一天才 现在已入阴阳 并且手持灾祸灵珠 实力无双 统设宗族和五大家族 并不是什么困难之事 更甚者 由五进穴和三千进天君的鼎力协助 这更非难事 若有不从之人 当场诛杀 以警校友 看谁敢不从 对了 刚才我们看到了水千月这时 楚星辰突然与风一转 对助楚行云笑道 没想到 你居然收他为徒 我还以为你们两人会反目成仇呢 昔日 楚行云和水重贤定下了婚约 婚约之人 正是楚行云和水千月 但随着当年之事的发生 这项婚约也就不了了之 而楚行云也从楚湖口中听到 楚行云居然迎娶了水流香 而非水千月 他可以想象 如此决定定然会让楚行云和水千月产生矛盾 万万没想到 楚行云居然收水千月为徒 毫无矛盾可言 这件事颇为复杂 日后我会慢慢细说楚行云略显的尴尬 他和水千月的瓜葛 太乱 甚至他本人都难以理清 楚行臣嘿嘿一笑 刚准备继续逼问 柳孟烟却是瞪了他一眼 随即说道 你们年轻人的事 我们不会过多插手 但不管怎么说 从今日后 当年所发生的事 已经彻底解决了 楚家和水家 总归是殷勤关系 不必再过多计较 我听闻水崇贤就在古建城内 倘若他同意 我们想让他一同前往星辰古宗 这样对水家 对水千月和水流香 都是最好的交代 刘孟烟的话 让楚行云沉默了片刻 玄疾轻轻轻点头道 两家能兵士前贤 也是一件美事 就按母亲说的半文言 楚行臣和柳孟烟相识一笑 两人深藏在心中的心结 也就此解开 不再耿耿欲怀 一家三口相聚于庭院 开怀畅谈了许久 有当年的去世 有未来畅想 也有星辰古宗的调度安排 直至夜幕浓重 方才各自返回了住处 楚行云回到庭院后 直接进入了轮回时 空荡而又广阔的那空间中 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安静 无光 无声 如同一片永迹之地 楚行云盘坐在地面上 漆黑重剑立于身前 庞大浑厚的剑身之上 正蔓延出一缕缕漆黑之光 如言似物 久久都未消散 明 一道冷漠话音传出 楚行云竖然睁开了双眸 手捏法印 静止朝黑洞重剑拍了过去 灵力绽放而开 弥漫之内空间各处 修修修 只见得黑洞重剑的剑身上 突然击射出一道道虚浮光影 这些光影呈现人形 容貌各异 居然全都是阴阳强者的魂魄 总计34道 除了这34道阴阳魂魄魄 虚空中 还悬浮着两道微恶光影 光影散发出淡子之光滑 无比的凝食 几乎跟寻常人无异 这两道微恶光影 赫然是范无杰和古凡兴 他们身为涅槃强者 纵使肉身隐隐 灵魂力量也尤为强横 要远远胜过阴阳强者的魂魄 涅槃之人 已经触摸到天地真理 灵魂难灭 若非依靠着黑洞重剑 我绝不可能轻松剥离出 这两道灵魂 楚行云小心翼翼地操纵住这些灵魂 不敢马虎 虽说他拥有千年阅历 但自身实力仅有阴阳境界 当然不能大意 那是何物 这时候 楚行云发出了一道轻仪声音 顺着他的目光望去 却见范无杰的灵魂深处 居然闪烁着一抹微光 光滑不强 在闪烁之间 却散发出一缕纯粹之气息 这气息 楚行云颇感熟悉 居然跟光源玄晶毫无二意 第808章万剑阁的星秘 自取下光源玄晶之后 楚行云还未细细研究 一直将其放在储物界内 但对于纯粹的光之本源 他并不陌生 眼前这缕细微的光之本源 显然来自于光源玄晶 只是他为何封存在范无杰的灵魂深处 楚行云却不得而知 怀揣着疑惑念头 楚行云伸出手 朝那抹微光叹了过去 咻一声 在他伸手的一瞬间 那抹微光动了 就如同找寻到了本源那般 静止掠到楚行云的手掌中 深入血肉 乃至融入心神 轰隆隆的声音响了起来 就宛若天地颤抖那般 无比的剧烈 使得楚行云心神打战 闭合的双眸更是陡然睁开 此时 他惊讶地发现 自己并非身处那空间 而是来到了一片茫茫天地中 这里山脉连绵 绿树成荫 遥远处更有一座座城池耸立 看上去颇为恢弘 更诡异的是 面对如此一幅场景 楚行云居然感觉有些熟悉 庞扶在哪里见到过 帝天意 只要我水落秋一日不死 你就休想得偿 这一刻 一道冰冷声音 传到楚行云的耳中 使得他心神一颤 这声音 似乎是水落秋的声音 他立即朝着声援处望了过去 但见一具庞然身躯 耸立在天地间 而那具身躯的前方 则站立一名妖奇森森的男子 两人身上绽放出万千流光 每一道都似能破开天地 令楚行云根本无法靠近 更加无法看清 轰轰轰轰轰 接连不断的爆鸣声炸开 那流光更是显得刺目 楚行云摇摇望向那里 双眼微眯 随即看到那片被恐怖力量包裹的虚空中 突然生腾起一抹七彩光运 七彩光运不断翻滚着 最后伴随着一道闷响声 这光运就此碎裂 一化为七 分别朝着不同方位掠去 其中一道刺眼白光掠来 在楚行云的眼瞳中不断放大 乃至将其彻底淹没 这一抹白光正是光源玄晶 它居然出自星辰仙门 虽说星神被白光淹没 但楚行云却发现 自己的意识并未散去 它可以很确定 刚才所目的赌画面 正是地天翼和水落秋的战斗之景 光源玄晶和火源玄晶 接运含一丝本源之力 无比珍贵 堪称绝世之物 本来我还诧异 北荒域为何会出现如此重宝 现在看来 他们居然来自星辰仙门 柳问天曾说过 北荒六大势力 既拥有一枚本源玄晶 而势力之传承 也来自于这枚本源玄晶 难道说 北荒六大势力的根本传承 其实是来自于星辰仙门 倘若在千年之前 楚行云不会做出如此推测 但这一世 他的经历玄妙奇异 甚至跟地境强者有所接触 更从水落秋的口中知晓 星辰古宗和九寒宫 皆源自星辰仙门 以星辰仙门全盛时期的恐怖实力 传承之惊人 根本无法想象 哪怕流传下皮毛 都足以造就强横宗门 称霸一方 再者 楚行云也亲眼看到 光源玄晶来自星辰仙门 而这一点 恰恰可以证明他的猜想 倘若如此 那按照常理来说 光源玄晶的存在 才是万剑阁的立宗之机 但为何历史却说 传奇古剑 才是万剑阁的立宗根本 楚行云不禁产生了疑惑 就在这时 他的双眼逐渐恢复了光彩 一片荒凉之地 出现在视野内 光源玄晶再度出现 掠入到群山之中 穿梭于人群之际 楚行云犹如幽魂那般 站立于高空中 亲眼目睹住历史的推进 他看到了光源玄晶的惊人力量 也看到了一方势力的形成 并且不断变得强横 壮大 而这一方势力 正是万剑阁 正当楚行云 越发感到疑惑的时候 他看到了传奇古剑的身影 后者颠沛流离 彭扶随时都会死去那般 模样极其狼狈 随后的历史年轮 依旧滚滚而动 但楚行云的眼神却变了 先是微宁 而后是惊诧 最后布满了恍然之意 原来 传奇古剑被黑洞重剑斩断之后 慌乱逃窜到此地 他感觉到了光源玄晶的纯粹力量 顿时生出贪念 想要挤住光源玄晶的本源之力 修复受损的剑灵 重回巅峰 而事实上 传奇古剑成功了 成功吞并了光源玄晶 将本源之力占为己有 并且强行控制了历代万剑阁之主 更改宗门历史 修订宗门要义 让万剑阁完全陷入他的掌控中 传奇古剑位列帝兵 剑有灵 来源于天地 也唯有本源之力 方才能够修复损伤 只是没想到 这剑灵居然如此贪婪 吞并了光源玄晶之后 还强行掌控了万剑阁 也正因如此 后来的万剑阁 独修光之剑意 因为光之剑意的凡胜 能不断淬炼光源玄晶 从而让剑灵得以重塑剑身 看到这里 楚行云眼前的光影逐渐散去 重新回到了万剑阁 他回想着刚才所看到的一幕幕 心中的疑惑 逐渐消散 在同时 楚行云脸上露出一丝神笑 不由地暗暗自嘲 昔日 他成就了武皇之位 遨游整座真灵大陆 何等风光 从未将平级荒芜的北荒域 放在眼里 更未曾细细探究 而此时此刻 他重新活了一世 却拥有了一段段玄妙经历 不管是传说中的地境强者 还是七美本源玄晶 甚至万剑阁的新秘 这些都让他感觉精彩分成 难怪我当初难以看破地境之秘 我所接触的世界 终究还是太狭窄了 犹如井底之蛙般 只不过是坐井观天罢了 楚行云出声自奉 但双眸却是金芒闪烁 心胸有种酣畅淋漓之感 彭扶明白了很多玄妙道理 温一生 楚行云正直思索之际 毫无征兆的 他面前的黑洞重剑 开始剧烈颤抖起来 一抹漆黑光运弥漫 如潮汐般蔓延 紧一瞬 就将大片虚空覆盖住 怎么回事 楚行云皱紧住眉头 却感觉眉心处传来一阵刺痛 同时 那片潮汐黑光缓缓收敛 最后化为一道黑暗光幕 直然耸立在楚行云的面前 这一刹那 楚行云从黑暗的那一端走来 啪哒啪哒 脚步声越来越近了 那道身影也逐渐变得清晰 当楚行云看清那道身影的面庞之时 嘴角突然浮起一抹冷笑弧度 漆黑魔光在眼瞳中闪烁 整个人魔气凛然 整个人魔气凛 三年龙 三年龐 十年龐 三年龐